也一樣是危險的 我很期待 克里米亞有一條橋是連鋼俄羅斯的 如果那條橋被炸了的話 就真的GG了 克里米亞 那條橋就比較遠一點 遠的 遲早的 那條橋就遠一點 真的要打中 如果炸那條橋 保丁會瘋的 真的會瘋的 他們用了很多年去建那條橋 那條橋就算建了這麼久 基本上是兩條橋合起來的 一條是走鐵路 一條是走這個公路 建了很久的 好像2020年 2021年才開通 沒有久了 沒有久了 真的 一兩年課而已 但是他始終隔得比較遠 就是這種範圍呢 特別他現在克里米亞對上這些區域 現在基本上是俄羅斯控制了 那你要打的話就要從烏克蘭內陸打過去 以現時烏克蘭的能力 我相信沒有一個能力去打他 真的 當然 我們都想如果打到的話 普京立刻心臟病化 這個很難 這個就看看他有沒有機會 如果將來真的有MQ-9 然後派MQ-9就不斷地獄火 不斷地獄火不斷打斷 JDEM那些才可以的 這些大票 我們剛才在MQ-9 我們在MQ-9 我們和沙克蘭內陸在說 我們在說現在美國空軍還是海軍 在研究用JDEM 用JDEM精準打的那些 現在正在做的 Testing 我沒有記錯 可能用F-15做這些Testing 他這一打 剛才我和沙克蘭內陸說 都是不要用一些有人機去打 用一些無人機去打 JDEM飛得不遠 或者無人機狂打 但是我們現在還沒看到MQ-9 用JDEM這麼瘋 可以 MQ-9JDEM裝幾發都沒問題 我們以前都叫JDEM 起碼兩發 我們有兩發可以 我們以前都是叫JDEM 不夠打 根本美國老闆都學壞了 有什麼事就叫兇 不是恐怕炸掉他 不要管 有得叫就叫 免得你拿命搏 我們又不是俄老 是不是 不是俄老 俄老 你叫都沒人幫你 我們叫馬上有人幫 當然叫 是不是 又免費的 不用浪費我的錢 難怪你們經常被人的意識 這些特種部都笑 話說回來 你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規模的橋 要訂多少東西 這個 你起碼用 大概六枚的JDEM就可以了 六枚JDEM就可以了 六枚JDEM的村透力很變態的 是 JDEM的村透力很厲害 Bunger也被打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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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況這些橋這麼薄 好 說真的用JDEM 打一個橋的墩 比打一個橋面更好 打一個基座更好 打兩個基座 之後他想復原也很難 很難 非常之難 還有其實 三文有沒有聽過 有一個叫Bunger Buster 聽過 那個Marder O'Bomb 是嗎 不是 Marder O'Bomb 就是升級版 是 Bunger Buster 是專門我們打 叫我們叫磚地彈 是 我們那個時候 都經常叫他們 炸Bunger Buster 還有Bunger Buster 有一個很恐怖的 它有一個叫做 Nuclear Bunger Buster 嘩 是 很恐怖的 可以裝核彈 即是那個 戰術核彈在上面 一落地上爆 是下面 很大的地震 下面一下就含包散了 嘩 大家是激了一點 不是 你用普通 Bunger Buster 好像 MQ-9 可以帶兩飛 兩飛就夠了 不用就是JDEM JDEM六飛 兩個Bunger Buster 一下就搞定 哦 我記得當時有看過 B2 帶那個巨型 的Bunger Buster 那什麼 Massive Ordnance Penetrator 是的 那件很恐怖的 巨型都是 是 它那枝很長的 很長 是專門 我們叫做 專地彈 很恐怖的 那個東西恐怖到 是 B2的彈倉 都可以裝兩 只可以裝兩塊 即是它的長度 是B2的彈倉 那麼長 我有一個當時 我當時看的 第一個反應就是 就是炸不死你 這個東西扔進去 扔一扔死你 真的 因為以前他們 打越戰的時候 他們吃過虧 因為你們知道 他們越共 就是那些 他們最喜歡就是掘地道 是 然後你炸就炸不去 炸就躲進去 很深的 就研究了Bunger Buster 出來 專門用來炸 就是那些雕堡 或者那些很厲害的 那些橋 就一下就搞定了 這個就是我剛才說的 那個 Massive Honest Penetrator 即是 很大量彈倉 這個就打穿過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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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叫幼一點的 那些叫GBU的 那些叫GBU的 那些叫G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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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U28 這個就是 MQ9帶不起 太重了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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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Q9真的帶JDAM 就OK 是 飛都飛不起 不行 沒有那麼厲害 這個籌載 也都斷 飛不起 所以說真的 在黑海這邊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始終是他黑海艦隊 我們有網友 現在幫他起名叫黑仔艦隊 他這個艦隊 真的被北約看得緊緊 真的 你根本就動不了 因為太急 這個名字 改得很好 這個名字 改得非常好 真的黑仔 還沒打 已經三架 三架 四架 四架 四架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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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另外一架 三架沉了 三架沉了 三架那個特洛艦 在比爾江斯克 在那邊炸傷了 走得快 但是始終是傷了的 以俄佬的整船的技術 弄不回了 那個爛鬼漢堡 弄不回了 弄得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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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他受年後 弄不回了 弄得回都是貨物件件的 你沒有說 你看他的航母到現在還沒出回來 那個不可能 沉了 航母上次又著火 好麻煩 蛇無故突然著火 俄羅斯這陣子很流行 人體自焚 無故突然著火 真的很厲害 他們真是 他們真是 這麼喜歡自焚 不是啊 馬兄 你有沒有看這些 通常 在附近 開始做那些審查 就著火了 咦 那些著火 現在著火 經常都是這樣 這個也是 好像昨天他又激怒了 北方那些國家 好像又是派軍機過去 不知道搞人家 搞人家 你說芬蘭和瑞典那件是嗎 是啊 他這次辣了挪威 他辣了挪威和丹麥和 出來狂 在那裡扔他 這些是正宗的俄老想法 就是嚇一下你就會害怕 現在全世界就是不害怕你 你嚇他做什麼鬼才行 你越嚇就越送得對家 就是越送得多人過去對家北約那邊 再嚇多兩下 你整個國境都被北約包住 現在其實只差白俄羅斯 是啊 白俄羅斯還不會死 之前就說要組織後蘇聯的 加密共和國出來 我那一集都說 數來數去 還有哪個國家肯制 哈薩克第一個不肯 哈薩克多難得 就是離開了你之後 做回能源大國 然後又賺錢 就是多難得啊 那前總統 現在這個總統就沒辦法 就是之前要找你進來 哈薩克不肯 烏茲別克二五仔 是不是 接著那些吉爾吉斯 那些他就不要了 那其實你 turn out最好就是烏克蘭的了 那你都搞成這樣 那真的沒什麼幾多個國家制的了 我覺得他很想到莫多奧法 是 他想當然想 因為可以連回他的飛地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數量 我想不超過一千個 真的 就是不超過一千人可以上岸 就算是被你送上去都好 是 都可能不過一千人 其實Simon Inc.也有數得計的 是 就是他們之前就去了六艘德陸艦 再加他們自己本身 應該大概都是四至六艘 你當他有十二艘德陸艦 每艘德陸艦大概可以登陸到九百至千多人 老實說真的 上了萬多 好了 然後你再算 就是上了萬多 然後 然後就 都之前在馬里烏波爾的海軍登陸那裡 死了不少人 是 你想想現在還有多少兵剩呢 多少載具剩呢 好了 接著再計算就是 已經沉了一艘 傷了三艘 其實現在剩下 可能連六艘登陸艦都沒有 是啊 上岸其實只有幾千人 我當你五千上岸 還給你裝備 你那五千 其實 如果你上了岸有裝備 其實都會對摩爾多亞 或者是羅馬尼亞有威脅的 這個是 但是問題是你五千人洞在那裡 你後裙肯定跟不上 你可能就上了岸之後 很可能等你上來才打你 你想想 變回做VDV那些處境 是啊 上到去又沒有重炮 慘過VDV 他上去根本就沒有地方走 慘過VDV 他上去根本就沒有地方走 很慘 他沒有VDV那麼精銳 還要守得快一點 人家VDV是精銳 還有這個位置 Odessa這個位置 如果到時重炮進來 放一些PCH2000在這裏 對的 狂轟 哇 你那裏真的要變獄匠 那裏真的要 因為你不能退 是啊 你炸 不能退 你一定沒有重火力上去 你一定不夠重火力 烏克蘭就整堆重火力來 是 這個我想說 其實台海如果打 都會有這個問題 會面臨的 就是如果一開始 當你登錄到 96A這些坦克都上不到去台灣 上不到 他們上到就是零五式戰車 零五式戰車 都面對著M60都空多吉少 對的 對的 他們到時面對的 都只會是 漫天的Javeline 都是 都是 但是對著M60都糟糕的了 所以曾經有人說過 其實都不用M1 M60都夠做 不過 所以說 M60太久了吧 太夜級了 真的 都還用得 都是神職筆 所以我都 換到都OK的 所以他 他經常在那裡吹 說他的零很厲害 有一百零 那個炮很粗 打得很軟 我心想 你那個飛彈 你還沒上來 Jeffrey幫你開了蓋 真的變成潛艇 那時候 現在 現在 有少少這樣的 就是 大家看完這場戰爭 你就會發覺 這些載具很脆弱的 真的 真的很脆弱 就是 裝甲幾口都不用 是不是 就是頭頂打過來 什麼都死 還有 就是 這次烏克蘭 我覺得 台海最大的啟示 是什麼呢 烏克蘭示範了 最後一層的防禦打法 即是即使你被人攻入 你自己的地方 人家上了 重火力也好 烏克蘭就示範給你看 不怕的 你只要有Javelyn 就行 有Javelyn 有Sing 你夠熬的 你起碼守得住的 你不用怕 那就知道 美國都不斷 最重要是什麼 美國都不斷泵血 這個是最重要的 所以其實最重要 就是站好邊 站好邊很重要 就是打仗為什麼站好邊很重要 你站好邊就朋友多 你朋友多 有什麼support 都多些 打仗真的要講supply 是嗎 美國最明白 沒錯 supply很重要 大家 沒有supply的話 不是 說真的 我是以前跟那些supply人很熟 就是 我跟那些軍隊裡面supply很熟 我會講 就是 他們講下去 他們講給你聽 你每一次去執行任務 我們已經是三四個 寄送去那裡 就是關島 所以你一過去 你所有東西全部有齊 是啊 早幾個月就是這樣做的 不是開玩笑 好像餓老一樣 又沒有東西吃 又沒有油 又沒有子彈補充 我記得2020年那時候 還是2021 好像是2020 當時 美國是混了整個 好像是第一裝甲司 整個司全部火力 全部裝甲部隊的重型裝備 全部都運到歐洲 準備演習 然後 我記得看新聞的時候 海軍在那裡 嘩嘩聲 因為運費是海軍出的 哈哈哈哈 很好笑 然後運到過去之後 因為COVID 結果演習取消 嘩嘩聲 又要運回來 才好 我覺得很好笑 看新聞 因為很麻煩 因為飛機每一次運 是運很少的 船才運得多 一定運船的 但是問題是 你運船也很貴的 你看看第一裝甲司 七百多架坦克 再加千多二千架裝甲車 再加一堆後勤矩赤輛 很麻煩 運過去 他們都運了一個多 有三個月就要運了 然後運過去之後 取消了 因為COVID 嘩嘩聲又要運回來 最好笑 運費海軍出 陸軍就 打了白鴿鑽 沒有東西就回去 搞定了 哈哈哈哈 我覺得俄老打仗方法就是 去蒙古人 去到那裡就搶那裡 以戰養戰 戰地補給 大哥 戰地補給 現代不是這樣打 不行的 現在不行的 你這樣打的話 人家拿餅毒死你了 我覺得他打Georgia 打敘利亞 好處是什麼 一來對方實在沒有那麼強 如果不是有西方泵血 以烏克蘭本身軍力 是不可能擋得到的 就是過幾星期 兩星期打完 但是問題是西方泵血 那你就不用想了 還有西方的武器精良很多 而最最緊要的 最最緊要的是情報戰 你看北約那些電戰機 預警機 飛到漫天 令你的廢條線亂到 總之全部飛過來這邊 那些全部都是給你情報的 這件事真的 人家的情報比你準 無人機用得好過你 對吧 接著開罐頭神器多過你 開罐頭神器對比你的裝甲部隊 是10比1 你死定了 你看北約 大約 每個月 大約